食药署昨天晚上是紧急召开记者会指出 顶星集团向越南进口的油品也是饲料油 但后来顶星发布声明反击还秀出了相关的证明文件 表示越南的进口油是经过认可的人体食用油 但是食药署强烈怀疑顶星的文件有造假的可能 还要继续追查饲料油的流向和用途 顶星集团否认越南进口的油纸是饲料用油 还拿出报关文件强调是认可过的 Feed for Human Use适合人力使用 但像是强冠当初进口香港工业用油 也是以伪造手法侵瞒过关 有了前车之鉴石药署强烈怀疑 顶星第三公正单位认证文件的真伪信 越南的工商部门说他们出口的是饲料油脂 那为什么我们进来的是有一个 也是当地的公正行出具的公正行报告说是可以供使用 所以显然是两照之间出现了矛盾 是有在强烈的怀疑前面这个公正行出具的报告的真伪信 顶星在今年已经进了7批 共871吨的越南饲料用油 食药署10号汇同彰化县屏东县卫生局以及地检署到工厂清点 现场存封1417桶15公斤桩和75桶180公斤桩的饲料油 以及360.7吨油潮 但这些饲料油的流向和用途都还要再查 连续出了事情当然这个会引起很大的疑虑 所以我们以后会考量用官方证明文件来取代 这个公正行的证明文件 曝光的查核机制出现漏洞 第三方公正单位的认证根本不可信 未来食用油进口国包含澳洲西班牙等 食药署都会要求官方出示油品类别的证明 以杜绝黑心业者蒙混过关 优电TV杨人像黄云金台北报道